王羊 我半月從美國來到高雄 發現高雄人使用很多不一樣的公共交通工具 有街運、公車、路輪、摩托車、腳踏車 當然也有機場車 我的高雄朋友告訴我高雄人不常搭機場車 因為會有一點麻煩 他們也說高雄最有名的交通工具應該是摩托車 在高雄大眾街運系統有兩條街運路線 一條是紅色的 一條是橘色的 在未來 在2016年 會開放第三條 綠色的街運路線 是這個 還有好像 可能有 藍色的路線 另外我來到高雄 高雄也常常使用高雄一卡通i-pass 一卡通就變它的名字 一樣只要一張卡片 到哪裡都可以通 辭大門 就會在街運、公車、去生日類園買東西 去讀書館結束 進步、叫踏車、做路輪 還有在一些停車場甚至便當店 都可以用一卡通付錢 今年開始台北的街運但業 也能適用一卡通的 一卡通很便宜 一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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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買了一卡通的卡片之後,再去機器儲值,最多可以加到一萬塊。 一卡通的卡片有很多圖案可以選擇,消費者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圖案。 在高雄我最長達的是捷運的讀輪,捷運是因為捷運很便宜,很方便,我覺得很方便。 捷運是因為我很喜歡去旗艦海邊,這是我的每個家庭,我們一起去旗艦。 在渡輪,我喜歡在家裡附近,這個也是渡輪。 我也喜歡在家裡附近走路,走路可以讓我享受高雄很累的天氣。 我早上跟我的朋友一起走路去玩招大學上的更新女。 偶爾自己也到練習談散步,是一個我的家附近的地方。 我跟新女也喜歡去瑞芳野食,我們很喜歡吃這個小吃。 那名字是,那個名字是草莓湯古爐,我覺得非常好吃。 高雄的草莓好新鮮,真的非常好吃。 高雄的交通很便宜 也很方便 一張接運票差不多15塊 一通公司差不多10塊 高雄總共有38個接運站 還有很多的公司站 在高雄你要選什麼交通工具都可以 因為都好忙好便宜也很方便 所以先選一種在高雄去探險吧 謝謝